那請問部長 近期內 會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情況 我們確實對昨天的這樣的一個 操作上的疏失 表達最深的歉意 那當然我們會 一定不要再讓這樣的一個操作的疏失再發生 能不能保證 近年內不再發生 是 我們一定要做這樣的一個 給國人的擔保 可以保證 是 好 假設在發生類似的情況 你要負什麼責任 當然 如果 再有這個發生是 絕對是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就應該要負 應該有的責任 好 我也不逼你啦 對不對 我也不要明講 簡單講 在發生類似的情況 一定會離開這個位置 對不對 我想 作為一個政務官 我們應該負什麼責任 長官的要求 我們一定都會遵守 但是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業務做到最好 只要再一天我們就要很努力 把台灣的系統 把我們的電力 把台灣的這個制度弄好 部長 政務官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長官要求你離開 一種是自己 自己離開 那假設 發生類似的大跳電 你會不會自己離開 我想我們委員的這樣的假設問題 我們其實到了看狀況 我們自己會有所決定 好 我們今天把你上次接受採訪的影帶調出來 當時信誓旦旦 現在缺電 要花王雞排 部長 什麼時候兌現你的承諾 我們昨天確實是操作的事物造成的部分 而不是因為缺電的問題 部長 我們同仁已經幫你花了 早上我們也幫你花了 現在網路都在跟你要雞排 沒關係 另外一頭叫 台電的電網都串連在一起 某個地方跳電 就引發雷鎖的反應 台電怎麼去防止這種雷鎖反應 有沒有所謂的防呆機制 要不要建立 謝謝委員 那這個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在操作面的這個部分的防呆機制 怎麼樣做到更好 那這個昨天的事故 我們這個確實也在跟 相關的軟體系統跟這個機械 怎麼樣把它做得更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一個電廠的事故 那跟整個大系統 在什麼樣的一個適當的地方 有斷點把它斷開 那這個也是 確實是我們要去做系統性 做更好的改善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個部分確實是蠻專業的 那這個專業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這三天也會來討論 那這個的系統是什麼樣的一個系統 我們也會確認一下 才知道這個真正的完成的時間點 多久可以提出解決方案 我想我們這三天應該就會 提出一個相關的一個報告 好 謝謝 接著請蘇院長 非常好 國安你好 也謝謝委員 謝謝院長 昨天發生這個跳電 影響了549萬戶 真的千年非常的廣 那陳陳總統 昨天也在臉書發文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看到 有 有 他說角色是 台電的董事長 跟總經理負責 是行政責任 那我問院長 政治責任誰來負 我想我已經要求 經理負責任 要責任 台電 一起要寫出完整的報告給我 我會就相關的事情 追其原因 就其責任 好 院長 近期內 內閣會被改組 內閣現在沒有說要改組 但內閣隨時都會因應各種情況 我們如果有必要 我們隨時都會進行必要的動作 但目前並沒有說內閣要改組 什麼情況底下 那個情況會發生 會進行內閣改組 我很 以我這個團隊 一起為國家工作為人民服務為榮 他們每一個人在崗位上 真的都盡心盡力 而且配合得非常好 我和總統多次報告總統也這樣以為 認為這個行政團隊真的 大家很努力很強 但要做到一百分是很難 有些時候發生的事情 真的令人意外 也實在不能接受 所以早上貴黨在 為委員領導下 所很多的指教 我都仔細拜聽 我們也應該謙卑的 來喚醒檢討